举世闻名的驻地市场为日本提供最新鲜食令的海鲜 素有东京厨房的称号 这里不只是一般的批发市场 更是日本职人文化的缩影 鲑鱼拍卖会向来是驻地最有活力的一幕 买家卖家和游客一直都挤得水泄不通 但今天比以往更热闹 因为今天以后 这个拥有超过80年历史的市场将会正式结业 搬到东京江东区的丰州重新营业 在这个市场 许多商号已经传承了几代人 新的营业地虽然有更好的设施 更大的范围 但也更为遥远 这一走老顾客很可能不再上门 放不下的其实是那一段情意 其实基于丰州水源污染和土地沉降 商贩已经抗争多时但都没有结果 对部分人来说 驻地市场长期面对卫生问题 如今有个更现代化的营业场所 未尝不是件好事 驻地市场将从明天开始搬迁到丰州 并在11号重新开业 而旧址就会被拆除 改建成2020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停车场 保重新开业 谢谢大家